据媒体报道,余文乐在停车场时,一音不满停车场人员指挥不当,下车时生气大骂,一直喊往前往前,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。 他停好车后也不理会工作人员的安抚,离开时口中仍念念有词,还频频回头怒瞪指挥员,随后和友人一起前往餐厅就餐。 据悉当天他未戴口罩出行,不少网友则表示,毕竟是公众人物,在公众场合也要注意影响才对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